静空话说你就过来 我有话告诉你 我说佛爷什么话 我跟他很熟 他说我们在背后啊 都在批评你 佛法确确实实 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自己的问题很多 过去生中 没修福报 所以这命 命是真的 你读辽凡私讯 你看辽凡先生 被孔先生所算的 二十年 丝毫不差 你每年的收入 你每年考试的名次 你每年的时候 这地位的身体等级 命的全给你注定了 所以云辽凡 他日常生活难度 他什么都不想 跟云辽禅师 在禅堂做了三天三夜 不起一个念头 这种人很少 这种人很少 你是圣人 原来你还是凡夫 他怎么说呢 这给他解释 这是一个人 真正懂得命运 不打往下 你相信命运呢 你看 云辽禅师 就叫他 改造命运的方法 你命运从哪里 过去是能造的 这个我出学佛的时候 张家大师教我 老人呢 他大我三十九岁 我那一年二十六岁 他老人家六十五岁 他看的人多了 我这个人 除了有一点小聪明之外 命里头 没有财富 没有地位 就贫贱 教化子命啊 还有一点善根 难得这一点 懂得尊私中道 孝顺父母 寿命只有四十五岁 我都相信 所以他帮助 叫我修 修三样东西 财富时 发富时 无畏富时 叫我这个 这是改造命运 财富时 没有钱啊 每个月 自己这一点工资的时候 你的生活都相当困难了 哪有钱不失 他问我说 一毛钱有没有 一毛钱还可以 一块钱可不可以 一块钱还行 你就从一毛一块就不失 首先要有不失的意愿 有这个念头 那以后常常到寺庙 去寄经书看 不是告别的 寺庙有经书 就外头买不到 看到寺庙人印经书 拿个小本子 来募军 那我们出五毛 一块复兴 我们从这做起 放生 我出学佛的时候 就说放生 印经 真的 这越诗越多 一点都不讲了 以后跟李老师 学金教 这出来讲经 讲经是属于法布式 大概我讲了十一二年 有一次遇到甘筑厚福 这人都不在了 他也是张家大师的学生 在藏传 他地位也很高 有一次他告诉我 这净空话 说你过来 我有话告诉你 我说佛爷什么话 我跟他很熟 他说我们在背后 都在批评你 我说批评我什么 他说你人 很聪明 也是个好人 很可惜 你的命很苦 短命 我是这些 当面可以说 我知道 很清楚 我不会把这个放在心上 他说你这几年 讲经功德很大 你的命运都转变了 我说真的吗 真的 他说你寿命很长 佛报很大 我也没有求佛报 我也没有求寿命 真的 他跟我说这些话 第二年他就往寿命 我没想到他往寿那么快 所以 遇到佛法了 明明才有个很大的转变 每一次的挫折 就是一次大幅度的提升 跟在我身边的同学 都亲眼看到 我们修复 只有一个使命 希望释迦牟尼佛的 正法救助我 效法释迦牟尼佛 保住一切众生 破密开悟 破密开悟 那就是靠教学 个人的苦难 社会的灾难 从哪里来的 都是从众生迷惑颠倒 造作不善业所 干得来的 那如何能够帮助这些忠臣 帮助这些社会 化解灾难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办法 讲经教学 所以讲经教学的人越多 受教的人越多 觉悟的人越多 社会上许多问题都解决了 所谓的自然灾害 也逐渐化解了 这真的不是假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